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 花莲县秀林、万荣以及浊西乡三个乡 过去被列为台湾C肝风险高风险层级地区 经过国民健康署、花莲县府以及福伦社等政府民间共同合作下 华华筛检率、病毒RNA复检率以及治疗率 三项关键都超过80%的阶段里程碑 期盼未来能将花莲13乡正式都达到C肝为消除的目标 C肝消除不是梦 肝病对花莲县民造成的疾病负担高于全国 秀林、万荣及浊西三个乡 过去被列为台湾C肝风险高风险层级地区 在国民健康署、花莲县府、福伦社等政府民间单位共同努力下 截至今年6月 三个三对乡的在籍在互筛检率83.35% 病毒RNA复检率87.85% 及治疗率85.06%等三项关键 多达到C肝为消除的阶段里程碑 在108年、109年更感谢福伦社的协助之下 让我们可以进行在原乡部地区一个非常大型的肝炎的塞点计划 所以在那个期间找到了更大量的一个适合治疗的个案 那在这近一年之内 我们会利用卫生局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未塞检的名册 然后请我们的护理师呢 在家房或电房 然后尽量的找出在社区内隐藏的个案 除了找出这些个案之外 我们一定要帮他们治疗 可是在原乡里面 对一些经济弱势或者是独居的长者 就一向的困难来讲 那这就非常感谢 而且从两年多前 门多医院就持续的在我们卫生所 每个月有一到两次的肠胃内科专科医师的注诊 然后我们希望所有确诊的民众可以在地的就医 提供从他诊断治疗到后续的追踪是 一连串完整的医疗的服务 那我觉得在吸干的有DAA药物治疗之后呢 已经大幅的降低吸干药物的副作用 然后其实从中央的政策的推动之下 当我们卫生局卫生所已经我们有很长期 稳定的医院的协力之下 那对我们原乡来说 真的已经改善了民众就医的可进性 那我们未来我们卫生所的同学 还是会继续的努力 希望能够真正的达成吸干全消除的这个愿景 万荣乡公所主任蔡佳英指出 偏向患者因为交通身体不便等因素 万荣乡公所采取送药到府方式 有专人送药 看着长辈吃药 安排医师定点注诊 让患者就医更便利 808080 其实当初我们大家在一起讨论 在订定的时候 也不是那么有信心 那真的感谢花莲友伴很投入 我记得那时候 因为就医真的很不方便 好像还有那个游览车 载着大家一起去诊断 一起KTV就是 有一个叫你的那个列车 那时候真良医师 就是大家有很多很多很有创意的结合各种资源 那也很感谢福人社 然后甘机会的投入 然后就是在公司里各个部门 大家的协助下才能够完成 就是包含秀林 然后灼溪 然后后来接下来的万荣都可以达成C肝为消除 7月28日是世界肝炎日 卫福部将目标定于2025年 希望尽早达成消除国内C肝对我国公共卫生的威胁 国民健康署于华莲县府 也将持续与民间合作 期盼能将华莲13厢正式都达到C肝为消除的目标 记者蒋方圆华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